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个这样的机械跟电子双气管的这样子的一个相机 不知道有没有撼动武器呢 对我听了非常的心动 但是我们今天如果不想要带这么大台相机出门 但是又想要拥有像90D这样高性能的机种的话 我们也有另外一个更好的选择 就是EOS M6 M2的这个微单眼 对那他有史上就是像目前是一直最高的机种 然后他也是在同级业界里面 目前是提供连拍速度最快的一个微单眼相机 那他的速度有多快呢 好他有每秒十字张的追踪对焦连拍 那对于我们拍摄一些动态的瞬间 其实大家根本不用担心 你就可以拿起相机就开高速连拍来做拍摄 那如果你觉得每秒十字张还是不能满足你的需求 这个时候M6 M2还有更厉害的一个叫 每秒30张的肉档连拍模式 这个模式也是独步业界的 那一般我们在拍摄这种不可预测的这些动态的物体 比如说我们这头上的这只飞鸟 我们想要拍到他起飞的那个瞬间 那以往呢我们都是按下快买 就看到鸟飞了 按下快买 才啪啪啪开始拍 可是通常这个时候我们会密集掉就是那个 起飞的瞬间 那我们的每秒30张这样子的连拍速度 他有提供一个叫预先拍摄的功能 所以当我们想要拍摄这样子的一个画面的时候 我们把它们对焦 然后相机就会知道你准备好了 然后你看他鸟翅膀在动的时候 你马上按下快买 这个时候他会以每秒30张的速度 连续拍摄80张照片 所以大概两秒钟就可以拍到这样一系列的 这个飞鸟的照片 其实就是让我们增加了实用性 好除了连拍速度很快以外呢 我们操控也变快了 加上外接的EVF电子管理器之后 还有这个触控性会自动对焦 让我们只要动到手指 其实就可以在萤幕上滑动来改变自动对焦点 再来M642的整个操控性 也向专业的整齐迈进 除了机身上面有主转盘 速控转盘模式转盘以外 也有提供新的 这个叫 AF 跟M64 就是手动对焦 是自动对焦的切换开关 同时也有提供 AF ON 的这样子 专业等级机统才有的按钮 这个就是让我们 摄影师可以实现到快门跟对焦分开操作的 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那同时在机身的调整方面模式 这个是一个新的FV 0%的操控模式 它可以让我们在同一个萤幕画面里面 同时调整 ISO 快门 光圈 曝光补偿 这四个重要的拍摄参数 整个 让我们拍摄的速度有更快的提升 好快的速度就介绍到这边 接下来我们也有提供 同级机统时尚同级最强的BF自动对焦系统 它这个是一个全向位的对焦系统 那有支援四种自动对焦模式 除了传统的单点 区域 人眼在追踪 也有支援眼睛侦测自动对焦以外呢 新增的就是重点自动对焦的模式 M68不一样 跟90D一样 它有支援EP4的低光源自动对焦 左边这张图呢 就是可以看到现场的一个拍摄场景 它就是在室内风暗的环境 可能只有一个小小的灯泡 拍出来的结果就像右边这样子的一个照片 在DAF的好处就是 整个业界最强的最宽的对焦范围 可以达到全值100% 全平88%的这样子的宽广的范围 在这个红色方方里面 任何一点都是自动对焦点 你想要拍哪边就是对哪边 你直接按下去就可以 那如果我们今天把模式 选择到单点或重点自动对焦 你想要一格一格慢慢的去移动 整个画面可以提供到 5481个自动对焦位置 这个也是独目业界的功能 M282还有一个非常聪明的模式 当然我们今天不需要动脑筋 想要用全自动模式来开摄的时候 如果相机偵测到 我今天拍摄的物体是会弄的 比如说画面上3对3感球的动流 这样的一个画面 如果我是在全自动模式下 它就会自动切换成SERVO 就是它会去追踪人脸这样子 其实这样子就是很容易就可以拍到很好的照片 好再来它又有史相同级 APS-C片幅里面最高像素的机种 CAP是这方面的先驱 在APS-C的相机来讲 不管有反光镜无反光镜 现在我们推出的是超越3000万画素 3250万画素这样高像素的机种 好处就是可以做画面的裁切 它解析度也足够 因为一般我们拍摄动态物体 都是先求有再求好 所以我们像拍摄的木赛车 也是很快的先捕捉到一张照片 如果我们今天想要把裁切构图 把后面两个选手的画面放大 其实就可以像右边这样子的一个裁切效果 那再来它也有高ISO的部分 前面面也有介绍过 所以它不管是在户外拍摄静态的建筑 它的噪点很低 然后如果在室内拍摄 降降动态的物体 其实我们可以把那个 不管在室内或户外 就是高ISO拍摄的时候 其实它都有一个很好的拍摄效果 录影方面一共提供4K5裁切 30格的影片 然后对焦的方式也是用一样 我们DF的不容对焦技术 来做一个流畅的对焦 好 最后呢 它也是时尚同期 具有最高扩充能力的 这样子的一个相机 小小的微单眼 除了原本的原生镜头以外 我们还可以支援 通过中间那个镜头转接环 可以支援我们原本的EFs跟EFs 超过70支以上的镜头 所以可以扩充我们的拍摄能力 今天我们要望远还是要广角 其实有更多的摄影的表现 然后这样子的机种 其实虽然它体积小巧 但大家根本强大 大家会不会很好奇 到底售价多少呢 现在就为大家来介绍 好 那M68座的单机身 是24,900元的价格 那如果搭配单进组1545的话 它是28,900元的价格 如果我们今天搭配旅游进 18150的话 它是36,900元的价格 那除了这个标准的进组以外 就是一样 9月27大契台展同步开卖 那就是 首购里有多送一颗电池 之外呢 我们台湾这边有推出限量的组合 左边这一组是 1122是广角的 就是风景镜 如果大家今天 买M68座是想要拍摄风景的话 其实可以直接 选择33,900元 1222的这颗镜子 那如果我们今天想要有 像全服相机这样拍摄的效果的话 可以选择321.4这样大光圈的人相镜 因为我近期都是用这颗镜头在拍摄 我就发现它的背景融合成员非常的吸引 就像全服相机一样 所以3214的普通是向外就先走来 我这边就提供 请给大家介绍 好的 是 对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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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bwd6